胖胖虎 快来订阅吧 大家好 妈妈说今天有个小宝宝要来和我们一起玩 我们好期待啊 鲨鱼宝宝 威廉 邻居家的宝宝来了 妈妈要去做一个蛋糕给大家吃 你们可以帮忙照顾宝宝鲨吗 当然可以 那我先去做蛋糕了 宝宝鲨就交给你们了 没问题 交给我们吧 嗨 宝宝鲨 你想跟我们一起搭积木吗 宝宝鲨 别哭别哭 我们该怎么办呢 宝宝鲨应该是肚子饿了 朋友们 我们一起给宝宝鲨泡牛奶吧 没问题 我们开始泡牛奶吧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奶瓶 接下来奶瓶中需要加入一些水 嗯 这里有三个水瓶 我们应该选哪一个呢 牛奶 果汁 还是温水呢 要选温水 威远 水要倒到这个刻度 小心不要倒扫哦 哇 温水倒好了 下一个步骤是 加奶粉 嗯 要加几勺呢 要加三勺 下一个步骤是 我知道 要拧上瓶盖 最后 咬一咬 让奶粉充分融化 奶粉泡好喽 啊 太棒了 朋友们 宝宝鲨很高兴 不哭了 小汽车 嘟嘟嘟嘟嘟 小汽车 嘟嘟嘟嘟嘟 哦 好臭啊 宝宝鲨拉臭臭了 朋友们 宝宝鲨呢 怎么不见了 我们一起去客厅找宝宝鲨吧 朋友们 你们有看到宝宝鲨吗 嗯 这是谁的尾巴 宝宝鲨 我们找到你了 哦 是妈妈 鲨鱼宝宝 威廉 怎么了 和宝宝鲨玩得还好吗 我们玩得非常好 那太好了 妈妈继续去做蛋糕咯 再一会儿就可以吃好吃的蛋糕了 还好没有被妈妈发现宝宝鲨不见了 哦 哇 我们找到宝宝鲨了 宝宝鲨 我想你应该要换纸尿裤了 首先 脏了的纸尿裤要折叠起来丢进垃圾桶 接下来 用湿巾把屁股擦干净 下一步 帮宝宝鲨涂上护臀膏 最后一步 给宝宝宝 给宝宝鲨换上新的纸尿裤咯 我们完成了 耶 哈哈哈 宝宝鲨看起来有点累 午睡时间到了 哦 不 我们该怎么办 朋友们 我们一起哄宝宝鲨睡觉吧 挂上音乐床鲨 播一首摇篮曲给宝宝鲨听吧 下一个是 手电筒 看来宝宝鲨不喜欢这个手电筒 啊哈 宝宝鲨 奶嘴给你 别哭了 还有小狗娃娃陪你一起睡吧 最后 威廉 我们一起摇一摇婴儿床吧 好的 吃蛋糕了 哦 少女宝宝宝 威廉 你们做得真棒 你们是最棒的小保姆 啊 小偷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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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庹洞在这里 发生什么事了 这里有小偷 我的钱不见了 我的黄金和珍珠不见了 我的书也不见了 我的食物也没了 还有玩具 我的玩具都不见了 我敢肯定 这个是鲨鱼小偷家族干的 鲨鱼小偷家族 是的 鲨鱼小偷家族 昨晚从监狱里逃走了 他们是海洋中 最坏的恶棍们 我们一定要抓住他们 送他们回监狱 鲨鱼小偷家族们长这样 他们长得和我们家族有点像 不是吗 少废话 颜色很相似 但他们看上去就很卑鄙 你说的没错 他们有这样的条文 我们要寄牢 这样才能抓到他们 朋友们 快和我一起去抓捕鲨鱼小偷家族吧 怪蛋鲨鱼小偷们 不知道你们都藏在哪儿了 我马上就要去抓住你们了 朋友们 我们先找到鲨鱼妈妈小偷吧 记住 它有粉色和黑色的条文 你有没有见过鲨鱼小偷 挑文尾巴 鲨鱼小偷 你有没有见过鲨鱼小偷 挑文尾巴 鲨鱼小偷 鲨鱼小偷 抓住他 哦 胖胖湖 是我鲨鱼妈妈 我也在找鲨鱼妈妈小偷 我们一起再找找吧 那是真的鲨鱼妈妈 不是鲨鱼小偷 对不起 我们再找一次吧 嗯 鲨鱼妈妈小偷在哪里呢 哦 它在这儿 站住 鲨鱼妈妈小偷 哦不 我被抓住了 快放我出去 我再也不干了 我会返还所有偷过的钱 我不喜欢待在监狱里 YES 朋友们 我听说鲨鱼爸爸小偷经常出现在这里 我们一起好好找一找 记住 它是蓝色和黑色的条纹 你有没有见过鲨鱼小偷 挑文尾巴 杀鱼小偷 你有没有见过鲨鱼小偷 挑文尾巴 杀鱼小偷 我会用望远镜找 它在这儿吗 嗯 我只看见这里有条文鱼 那里有吗 鲨鱼和海豚 也没看见鲨鱼爸爸小偷 我觉得它不在这儿 我们再去其他地方看看 啊 你看到了鲨鱼爸爸小偷 哎 骗人的 我没看到它 什么 你真的看到了 在哪里 我发现你了 鲨鱼爸爸小偷 看的好朋友 快开门 在监狱里 我会生病的 似乎有些可疑 我很肯定 鲨鱼小偷家族 就藏在这附近 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 我们找一找鲨鱼奶奶小偷吧 它有橙色和黑色的条文 记住了吗 你有没有见过鲨鱼小偷 挑文尾巴 鲨鱼小偷 你有没有见过鲨鱼小偷 挑文尾巴 鲨鱼小偷 我找到你了 橙色和黑色条文 我看着像小偷吗 不不 对不起老虎 再来一次 那里有一根尾巴在晃动 橙色和黑色条文 我确定 那就是鲨鱼奶奶小偷 我找到你了 鲨鱼奶奶小偷 被你发现了 这次放过你 下次我一定会藏好 让你永远都找不到我 我觉得鲨鱼宝宝小偷 一定藏在这里 我们一起来找找吧 要找一找黄色和黑色条文的哟 你有没有见过鲨鱼小偷 条文尾巴 杀鱼小偷 你有没有见过鲨鱼小偷 条文尾巴 杀鱼小偷 啊 冰淇淋 不 我不想吃冰淇淋 啊 你想用冰淇淋引诱 杀鱼宝宝小偷 可以呀 真是个好主意朋友 嗯 太好吃了 我要把它全部吃完 啊 冰淇淋 冰淇淋是我的 快给我让开 抓住了 哦 不 妈妈 爸爸 太感谢你们了 朋友们 我们抓住了鲨鱼宝宝小偷 都靠你们 胖胖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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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海里 漂浮着一些奇怪的东西 快来看看吧 好 我马上赶到 啊 这些都是什么 我觉得鲨鱼爷爷小偷就在这里附近 胖胖壶 朋友们 你们一定要仔细找一找 好的 我们现在就找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见过鲨鱼小偷 跳纹尾巴 鱼小偷 你有没有见过鲨鱼小偷 跳纹尾巴 鱼小偷 等等 有人在沙滩上乱扔垃圾 然后就飘到了这里 你们可不能随便乱扔垃圾哦 一起来捡干净吧 我怎么觉得 鲨鱼爷爷小偷在这儿 我们小心行动 让我们数到三 一 二 三 我抓到你了 鲨鱼爷爷小都被抓住了 嘿 我说 离我远点 是因为我偷东西吗 我可没有偷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快开门 让我们出去 你们偷走了我们宝贵的财物 你们应该受到惩罚 没错 你们这些坏蛋 鲨鱼小偷们 我要把你们锁在更牢固的监狱里 让你们再也无法逃脱 谢谢 碰碰湖警官 谢谢 碰碰湖 都亏了你 我们的东西才能找回来 不用客气 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 什么 碰碰湖小偷 抓住碰碰湖小偷 嗨 朋友们 大家好 到底发生了什么 小朋友们 请跟我到医院里来吧 第一个病人 请跟我进来吧 哪里不舒服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差不多 手掌 手掌不舒服 手掌不舒服 一只刺痛 噢 好痛 你的手掌被玻璃扎上了 真的 真的好疼啊 噢不 看你的样子一定很疼 我们会很快治好你的 第一步 把伤口清洗干净 然后仔细观察伤口 玻璃碎片很深 我们赶紧用钳子把它拔出来 哦 医生 我好害怕 如果不拔出来 它会一直疼 坚持住 拔出来之后就不会疼了 玻璃碎片清除完成 现在让我们在伤口上涂点药 最后 贴上窗壳贴 这样伤口就不会感染 朋友们 您想选择哪个窗壳贴 猩猩窗壳贴 这个很不错 哇 你们看 我的手上有五颜六色的心呢 手掌治好了 玻璃碎片 嘟嘟嘟嘟嘟嘟 打出来 嘟嘟嘟嘟嘟 肚上药 嘟嘟嘟嘟嘟 治疗完成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我钻进了你的耳朵 真的真的真的好疼啊 我需要先看一下你的耳朵 哦 威廉 可以帮助我一下吗 第一步 把耳朵擦干净 很棒 清理干净了 哇 我的耳朵又疼了 哦 不 让我们快速检查一下 哇 吓我一跳 蚂蚁在这里 我们赶紧用钳子把它夹出来 以防它爬得更深 现在 让我们小心地夹住蚂蚁 哇 停下 抓到你了 现在 让我们用消毒棉棒擦一下蚂蚁的痕迹 全都擦干净了 耳朵现在干净了 小蚂蚁 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肚子不舒服 还想呕吐 你可能吃了编织的食物 我的肚子 咕咕咕咕嚼 哦不 食物在炎热的天气里很容易编织 导致了你肚子疼 让我来看看 让我们用听诊器检查一下病人的情况 我需要找到我的听诊器 是第二个吗 那是一只猴子 不是我的听诊器 对不起 我会尽快拿到听诊器 你的心跳很快 喷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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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肚子一定很疼 我们需要用药物治疗 朋友们 你能用力的摇晃把药水摇匀吗 药水 准备好了 我 我不喜欢这种酷色的味道 我不想要 我该怎么安抚一下它呢 让我们选择一些东西来安抚它吧 糖果怎么样 如果你吃了药 肚子就不会疼了 也可以吃这个糖果啦 现在 啊 让我们看看肚子里发生了什么 朋友们 我们一起对抗细菌 我们打败了细菌 肚子疼 咚咚咚咚咚咚咚 喝药水 咚咚咚咚咚咚 打败新菌咚咚咚咚咚咚 治疗完成 糖果真好吃呀 你很勇敢哦 小朋友 天日时要注意食物是否有变质哦 我们很高兴能帮助大家 接下来 你们要多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哦 好的 谢谢你们的帮助 也谢谢你们的帮助朋友们 下次我们再一起治疗生病的朋友们吧 拜拜 嗨朋友们 如果你生病了 你可以来鲨鱼宝宝医院 我们会帮助你快速好起来 哦 请帮帮我们 哦 是警察 消防员 合机 解尸 他们看起来真的很难受 让我们赶紧治疗他们 请这边来 第一位病人 警察先生 请进来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抓小朋友们 抓小偷 抓小偷的时候 额头 额头受伤 站住 别跑 额 额头上有一条深深的伤口 哎哟哎哟 真的 真的很痛 那个捣乱的小偷 我差点抓住他 请快点治好我 哦不 这个小偷太过分了 别担心 我来看一下你的伤口 伤口里有很多细菌 让我们先用消毒喷雾消灭细菌 这可能会有点刺痛 哼 完成 接下来 要吐一些药膏 来帮助伤口愈合 朋友 让我们在伤口上 挤一些药膏 太棒了 伤口已经愈合了 最后 贴上窗壳贴 你想要哪种窗壳贴 哦哦 我要警车图案的 嘿嘿 地堵地堵 警车开过来了 太酷了 额头伤 嘟嘟嘟嘟嘟嘟 有伤口 嘟嘟嘟嘟嘟嘟 处理好 嘟嘟嘟嘟嘟嘟 治疗完成 嗯 灯怎么不亮了 发生了什么 嘿嘿嘿 嘿嘿嘿 啊 我的听诊器和医药箱不见了 这个小偷竟然敢在警察面前偷东西 给我站住 嘿嘿 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找到小偷的藏身之处 嘿嘿嘿 啊 在那边 我抓住你了 你怎么可以偷医生看病用的东西 嘿 这个给你 我找到了你的听诊器和医药箱 非常感谢 警察先生 你是最棒的 嘿嘿嘿 下一位病人请进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我在灭火时腿被烧伤 你的腿被烧伤很危险 真的好疼 请帮帮我 让我们在消防员烧伤恶化之前赶紧治好 哦不 皮肤烧伤变得红肿了 让我们用冷水来舒缓皮肤 哦 哦 哦 皮肤的红肿稍微好一些了 让我们在水泡上涂药膏 啊 真的好疼啊 我会尽量轻轻地涂 这样就不会很疼了 拜托你了 哇 你做得真的很棒 最后 我给你包扎一下 你想要哪种绷带 我想要这个水泥图案 水可以灭火 哇 完成了 嘿嘿 嘿嘿 真的太谢谢你了 哦 发生什么了 哦 是地震 快躲到桌子下面去 保护好你的头 大家还好吗 安全了 可以出来了 哦 感谢你帮助了我们 非常感谢 如果发生地震 可以躲到桌子下面 我们会记住的 嘿嘿嘿 告诉我 修车是锤子砸的手臂 哦 哦 看起来你的手臂受伤了 我的手臂很痛 请帮帮我 哦 我应该把锤子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哦 哦 我想你可能是骨折了 我需要检查一下 让我们拍张X光片 检查一下骨头的状况 我们准备开始了 是的 你的手臂骨折了 让我们把骨头接起来 哦 坚持住 哦 坚持住 你做得很好 接下来 我们需要把骨头固定住 第一步 先戴上甲板 防止手臂移动 然后 让我们铲上绷带 全部完成 你需要使用吊带 直到你完全康复 你想要哪种图案 滴滴滴 我想要一个汽车图案 非常感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骨折拉 嘟嘟嘟嘟嘟嘟嘟 结骨头 嘟嘟嘟嘟嘟嘟 代加班 嘟嘟嘟嘟嘟嘟 治疗完成 嗯 救护车的姐弟听起来很奇怪 它坏了吗 交给我吧 我可以修理好 让我来看一下 哈哈 修好了 哇 如果救护车坏了 那可是一个大问题 谢谢你把它修好了 我很高兴你们恢复了健康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哈哈哈哈 朋友 今天也谢谢你的帮助 希望每个人都能注意安全 健健康康 好的 下次再见 拜拜 沙鱼妈妈 沙鱼宝宝宝 我们的邻居需要我们帮忙照顾一下宝宝沙 今天宝宝沙就和我们一起逛海底集市吧 哇 太好了 宝宝沙 你好啊 听说这个集市里面有各种玩具和美食呢 宝宝沙 我们快进去吧 哇 快看 那边有好玩的玩具 沙鱼宝宝和宝宝沙不见了 两个小朋友跑到哪里去了 快去找找看吧 哇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你们看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怎么不见了 爸爸妈妈 朋友们 我和宝宝沙走丢了 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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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哦,不可以,爸爸妈妈说不可以吃陌生人的食物,快走开。 是电蛮,它可以帮忙吗? 小朋友们,别哭,我是电蛮,你们是不是和爸爸妈妈走散了? 我认识它们,我知道它们在哪儿,我带你们去找它们吧。 快走开,我们不会和你走的,爸爸妈妈说了,不可以随便跟陌生人走。 是章鱼,它可以帮忙吗? 朋友们,你们好啊。 哦,小宝宝怎么哭了? 看我的。 噔噔,可爱的气球送给你吧。 哇,谢谢你,章鱼先生。 找不到爸爸妈妈了吗? 你们可以去走诗儿童服务中心那里看看。 谢谢您,我们要赶快去找爸爸妈妈了。 拜拜。 爸爸妈妈在哪里呢? 它没事吗? 哎呀,哈哈哈哈。 哦,不。 这不是,宝宝鲨,这是琪琪的爸爸妈妈。 那是它们吗? 哎呀,宝宝鲨,这是我好朋友雷恩的爸爸妈妈。 嗯,是不是它们呢? 看起来非常像,宝宝鲨,它们一定是爸爸妈妈。 哎呀,爸爸妈妈。 你好啊,山鱼宝宝。 啊哦,原来是表哥表姐。 你们怎么在这里? 我们和爸爸妈妈走散了,找不到它们了。 不要着急,我们想一想谁可以帮助我们吧。 是医生吗? 不,不,不,生病的时候才看医生。 是消防员吗? 也不是,消防员是扑灭大火的。 是保安。 他一定可以帮助我们的。 我是兰金保安,大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 小朋友们,你们怎么了? 兰金先生,我们和爸爸妈妈走散了,找不到它们了。 小朋友们,请不要着急,我来帮你们找。 鲨鱼爸爸,鲨鱼妈妈,鲨鱼宝宝和宝宝鲨在服务中心等你们。 听见广播后,请速到服务中心。 哦,它们在服务中心? 我们快去找它们。 嗯,嗯。 鲨鱼宝宝,宝宝杀。 爸爸,妈妈。 太好了,你们都平安无事。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 鲨鱼宝宝,下次可不能再乱跑了,太危险了。 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跟紧爸爸妈妈,拉紧大人的手。 我知道了,妈妈。 谢谢你,兰金先生。 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哦,宝宝杀肚子叫了,你一定是饿了。 来,宝宝杀,喝奶吧。 蓝金先生,我们要继续游玩了。 鲨鱼宝宝宝宝宝宝,要注意安全哦,拜拜。 我会注意的,拜拜。 拜拜。 朋友们,今天妈妈要和邻居阿姨出去买东西,让我们来一起照顾宝宝沙吧。 我们一起玩吧。 我们一起玩吧。 宝宝沙,你是不是饿了呀? 朋友们,该怎么照顾肚子饿的宝宝沙呢? 啊哈,和我一起变成小厨师,给宝宝沙做好吃的食物吧。 应该给宝宝沙做什么好吃的呢? 爆米花? 那面包呢? 苹果泥怎么样? 你想吃苹果泥呀? 没问题。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制作美味的苹果泥给宝宝沙吧。 让我们准备一个好吃的苹果。 现在一起给苹果削皮吧。 接下来把苹果切成小块。 最后放入搅拌机中。 最后放入搅拌机中。 当当,完成啦。 宝宝沙,吃苹果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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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沙好像还没吃饱。 那,再来一些饼干吧。 咦?饼干怎么不见了? 是谁偷吃了我们的饼干? 让我们变成小警察,找回饼干吧。 咦?饼干怎么不见了? 让我们一起找找看。 偷吃饼干的人藏到了哪里呢? 嗯,是藏在了床那里吗? 啊哦,是一个恐龙玩偶。 那是藏在书架后面吗? 啊,逃跑了。 站住! 。 咦? 又逃到哪里去了呢? 哦,躲在棍子里了吗? 啊,是一个玩具。 啊哈,在窗帘后面。 咦呀,啊哈,抓到小偷啦。 你快出来。 我不是小偷,我是威廉。 你看你吃的满嘴都是饼干。 手上还拿了一块 我的肚子好饿 看到饼干就忍不住拿走吃了 威廉 你要先征得别人的同意 才可以吃别人的东西 好 我明白了 包包纱 给你吃饼干吧 不好 哎呀 婴儿车的轮子坏了 我们怎么办呢 和我变成修理工 一起帮助宝宝沙 把婴儿车修好吧 我们给婴儿车装上新的轮子吧 选哪个轮子呢 试一试方形轮子吧 看来不能用方形的轮子 方形的轮子不可以滚动呢 我知道了 要选圆形的轮子 太棒了 婴儿车修好了 鲨鱼宝宝 我们回来了 鲨鱼宝宝 谢谢你帮我照顾宝宝上 我可是最棒的超级小保姆哦 玩了一天 我们也该回家休息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嗨 朋友们 如果你生病了 我们会帮你治疗 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 好疼哦 不 这是什么 竟然是吸管和我 这些天我接待了很多被海洋垃圾伤到的病人 我们快给他们看病吧 大家快请进医院 第一位病人 乌龟 请跟我来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这根习惯突然飞过来 这根习惯尽到你鼻子 我不能呼吸 鼻子好疼哦 哇 真的好疼哦 别担心 我马上帮你把吸管取出来 朋友们 一根被扔进海里的吸管堵住了海龟的鼻子 我们得快些帮海龟把吸管取出来 不要乱动哦 我们得用镊子把吸管取出来 可能会有些疼的 要开始咯 一 二 三 还贵病人 你可真勇敢 现在我要处理一下你鼻子里面的伤口 为了能够看清楚鼻子深处 我们需要一闪一闪一闪亮亮的灯 威廉护士 准备好了吗 开始喷鼻子了 噢 噢 噢 细菌们的笑声好可怕 我猜这些细菌来自那脏脏的吸管 在灯光照射下我们快点找出它们 找到了一个 对准它喷一下消毒剂 又看到一个 这有一个超级大的细菌 哇 它好难被杀掉啊 我们得用力多按几次 消失 消失 哇 全部细菌都消灭了 最后我给你涂一下药膏 这样就不会流疤了 药膏要涂在伤口上 我会小心慢慢涂 好了 涂得很不错 我又可以自由呼吸了 谢谢你们 希望人们不要再往海里扔垃圾 真是太不好了 海洋垃圾危害很大的 好了 下一位病人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我被钓鱼勾伤得好疼啊 你的语气被伤到了 鱼勾 我的鱼勾明明那么美丽 别 别 千万别 千万别乱动 我马上给你治疗 精病人 我会用钓鱼勾 我会用钓子无痛的 好疼啊 好疼啊 你真的很勇敢 我用绷带给你包扎一下 你想要选哪个绷带 你想要选哪一个绷带呢 一闪一闪 我选择星 surprises 绷带 哇 真是太酷了 太感谢大家了 太好了 幸好鱼狗被取了出来 朋友们 我们千万不能把鱼狗这种尖尖的东西丢进大海 会伤到动物朋友们的 是啊是啊 真的会很疼 守护海洋安全和清洁 我们都不要丢弃海洋垃圾 绝对不丢 下一位病人 海豹 快请进来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王子望住我 快不能呼吸 忘得这么近 难怪不能呼吸 太痛苦了 医生救救我 这是急诊病人 快点行动 紧急紧急 我们快用剪刀剪断网 让海豹可以快些呼吸 好 剪断了 海豹病人 快醒醒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啊 大事不妙 海豹的心脏停止跳动了 护士 快准备除颤器 除颤器开始工作时 我们要用力地按压心脏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好 后退 各位 电机 再来一次 电机 哦 哦 哦 海豹病人终于醒了 真的太好了 现在 我们得给被网弄出的伤口上 涂些药膏 可能会有一些痛 均匀均匀 都要涂上 你真的很勇敢 海豹病人终于 嘟嘟嘟嘟嘟嘟嘟 网产猪 嘟嘟嘟嘟嘟嘟 救火辣 嘟嘟嘟嘟嘟嘟 治疗完毕 呦 我差点没了命 谢谢你们救了我 这王差点要了你的命 你能够脱险 真是太好了 各位 大家都康复了 真是太好了 谢谢医生和护士 今天我们的病人都是被海洋垃圾给弄伤的 我们要记住 不要往大海里扔垃圾 这样才能保护我们的朋友 好吗 我们能做到 嗨 朋友们 如果你生病了 我们会帮你治疗 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 救护潜水艇送来了病人 医生 请帮我们治疗 哦 朋友们 我们快给大家看病吧 第一位病人 鲨鱼奶奶 请跟我来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杯壳面包吃多了 独自长 哎呦 我的肚子 面包吃太多 知道肚子痛 哎呦 哎呦 痛死我了 别担心 治疗之后就不会痛了 朋友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给鲨鱼奶奶看病吧 哎呦 我的肚子 请坐好 鲨鱼奶奶 我们马上就开始给你治疗 先来听一下鲨鱼奶奶的肚子吧 我的听诊器在哪里 找到了 心脏 跳得很健康 哎呀 肚子里竟然发出打雷的声音 这可不行 故事 请准备打针 打针 打针 不要吧 别害怕 一点都不疼的 一下子就能打完 一 二 三 打了个嗝 抱歉 嘿嘿嘿 没关系 最后 我会再给你看些药 护士 请准备泡在水里吃的药粉 我们把药粉撕开吧 把药粉倒进水杯里 哇哦 药泡好了 朋友们 记住不能乱吃药 要吃医生开的药 按照医生嘱咐的药量哦 别忘了哦 要喝药了 鲨鱼奶奶 好苦啊 哦 肚子不那么难受了 啊 鲨鱼奶奶 嘟嘟嘟嘟嘟嘟 不疼了 嘟嘟嘟嘟嘟 真开心 嘟嘟嘟嘟嘟嘟 消化完了 我感觉完全好了 谢谢大家 这下总算放心了 恭喜鲨鱼奶奶 记住 吃东西时 要细细的咀嚼 下一位病人请进 发問 嘘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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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prattutto 昔底下 我们要快把鱼刺取出来 我们要带上照明灯找到鱼刺 再用镊子把它夹出来 准备好咯 鲨鱼爷爷张大嘴说 朋友们 我们快用照明灯找到鱼刺 把它们拔出来吧 找到一根 慢慢拔 拔出来了 又看见一根 一二三 这里还有 嘿 鱼刺全都拔出来了 不命 那些鱼刺刺上了喉咙 我们得推下药膏了 轻轻的 慢慢的 慢慢的 铺好了 哇 治疗结束 下鱼 下鱼 嘟嘟嘟嘟喉咪 嘟嘟嘟嘟嘟小鱼子 嘟嘟嘟嘟嘟嘟 扒出来了 我的嗓子不疼了 幸好你及时来到医院 如果鱼刺不快先拿出来 情况就有可能恶化呢 呵呵呵 谢谢大家 第三位病人 垂头沙 快请进来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我被大石头 撞了一下头 漂亮飞壳 你的头上 起了个大包 哎哟哎哟 疼死我了 我的头 好了别哭了 朋友们 我们来帮 车头沙消肿吧 第一步要贴上冰带消肿 我来准备冰带 我来准备冰带吧 哎 有两个颜色不同的冰带 我们选哪一个呢 就选红色的冰带吧 上面有漂亮的花纹 啊 来咯 好烫啊 这个 糟了 这是暖宝宝 真是抱歉 我这就给换成冰带 是冰冰凉凉的感觉 有点冷 稍微坚持一下 你头上的包越来越小了 下一步要涂上一些药膏 我们要把药膏挤在棉签上 多挤一些 可以了 现在小心地把药膏都涂上去吧 你可真勇敢 我再给你贴张创可贴 朋友们 我们用什么图案的创可贴呢 星星图案吗 没问题 贴好了 你感觉好些了吗 真的好多了呢 吹头刷 嘟嘟嘟嘟嘟不痛了 嘟嘟嘟嘟嘟真开心 嘟嘟嘟嘟嘟治疗结束 医生 护士 谢谢你们的无痛治疗 大家回家路上小心 要健健康康的 医生 护士 谢谢你们 朋友们 下次再跟我们一起治疗病人吧 再见 拜拜 拜拜 嗨朋友们 如果你生病了 我们会帮你治疗 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 今天来医院看病的会是谁呢 哦 哦 救护潜水艇送来了病人 哦哦 大家看起来都很不舒服 要快点给他们看病 大家 快跟我来 第一位病人 鲨鱼妈妈 请跟我来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我做饭时被热水烫伤了 烫死了 哦 你的手被热水烫伤了 哎哟哎哟 疼死我了 他的手转得越来越厉害了 护士 请把我的医疗箱拿过来 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给鲨鱼妈妈治疗烫伤吧 鲨鱼妈妈 你的手一定很疼吧 别担心 马上给你治疗 第一步 要用流动的凉水 冲一下烫伤的手 哦 怎么会有两个花伞呢 该选哪一个呀 第一个吗 还是第二个 好吧 我们就选第二个 嗯 凉水怎么不出来呢 妈呀 吓死我了 啊 那是一条可怕的蛇 抱歉了 鲨鱼妈妈 我不会再选错了 降温了 瞧 鲨鱼妈妈的手没有那么肿了 接下来 我们要在水泡上涂一些药膏 哎哟哎哟 哦快有一点点疼 加油再坚持一下 哇 瞧水泡变小啦 最后 我们要包扎伤口 这样会好得更快 朋友们 大家喜欢哪个颜色 橙色吗 没问题 好啦 鲨鱼妈妈 你可真勇敢 这样就不会再疼了 鲨鱼妈妈 嘟嘟嘟嘟嘟 不疼了 嘟嘟嘟嘟嘟 真开心 嘟嘟嘟嘟嘟 治疗结束 医生 护士 还有小朋友们 谢谢大家 祝你的手快些康复 下次要小心热水呀 千万不要再被烫到了 第二位病人 胖胖胡 快请进来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我踩到玩具 摔了一大脚 你睡到时 擦上了膝盖 疼疼 好疼呀 医生帮帮我 朋友们 我们快给泡沫胡治疗一下 这样它就不会那么疼啦 先做好 泡沫胡 我马上就帮你治疗 朋友们 我们先清理 伤口边上的细菌吧 好疼啊 擦干净了 大家干得漂亮 再涂一些药缸上去 哇 伤口好了好多呢 最后 在伤口上贴一个漂亮的创可贴 泡沫胡 你喜欢哪一个创可贴呀 我想要那个恐龙 tant 我想要那肱龙床可贴 体上的叛子 嘟嘟嘟嘟嘟不疼啦 嘟嘟嘟嘟嘟真开心 嘟嘟嘟嘟嘟治疗结束 谢谢大家 一点也不疼啦 泡沫湖没事啦 真是太好了 第三位病人 鲨鱼爸爸快请进来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我咳嗦了 鼻涕流一大堆 好冷啊 你感冒了 还是中感冒 冷啊冷啊 抖抖 这 好娘们 我们快给鲨鱼爸爸治疗 帮他恢复健康吧 我们先用温度计量一下他的体温 不好 你在发高烧 我们得快点给鲨鱼爸爸降温 这一大堆鼻涕 得想想办法 啊 是鼻涕细菌怪物 我们得快点消灭这些鼻涕细菌怪物 哇 鼻涕细菌怪物都被吸走了 护士 你真能干 啊 鲨鱼爸爸你怎么了 朋友们 我们得治疗鲨鱼爸爸的嗓子 你看 嗓子里有很多坏细菌 我们需要喷一些药 把坏细菌都杀掉 耶 坏细菌都被消灭了 最后 最后 你还需要打一针 护士 请准备打针 好 等等一下 我觉得我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别害怕嘛 鲨鱼爸爸 我们的威灵护士 打针一点也不疼的 就像小蚂蚁夹一下那么轻 轻轻的 好了 打完了 哦 真的一点也不疼呢 鲨鱼爸爸嘟嘟嘟嘟嘟 没事了 嘟嘟嘟嘟嘟真开心 嘟嘟嘟嘟嘟 治疗结束 不难受了 感冒已经完全好了 大家都没事了 真是太好了 谢谢医生和护士 朋友们 今天谢谢大家 跟我一起给大家看病 别忘了下次再跟我一起 治疗病人 拜拜 嗨 朋友们 如果你生病了 我们会帮你治疗 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 哇 吓了我一大跳 看来有很多动物摔断了骨头 我们得快些给它们治疗 第一位病人 第一位病人 长颈鹿 请跟我来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和朋友打架 脖子受伤了 你的脖子伤得不轻呢 脖子抬不起来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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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勉强动 我这就给你看病 朋友们 准备好跟我一起给病人看病了吗 你似乎伤到了骨头 我们得拍张X光片 好的 我会数到三 一 二 三 不妙 长颈鹿脖子上的骨头都断了 我们得把骨头重新接上 看好颜色和大小 小心地把骨头接上吧 耶 干得漂亮 嗯 选错了 哦 我的脖子 哦 真是抱歉 不好意思 不会再错了 先装最大的这块 好了 最后一块了 哦 脖子上的骨头接好了 大家干得漂亮 接下来要用绷带固定长颈鹿的脖子 用哪个花纹的绷带呢 嗯 这个 彩虹绷带 哦 治疗结束 好漂亮的彩虹 长颈鹿你太酷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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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颈鹿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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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缠脖子 嘟嘟嘟嘟嘟嘟嘟 骨头老 嘟嘟嘟嘟嘟嘟 治疗完毕 我很喜欢这个彩虹绷带 谢谢 嗯 你喜欢就好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我飞不起来 翅膀好疼呀 哦 我的翅膀 翅膀固折了 这可不行呀 翅膀抖抖 真的好疼呀 医生 我该不会再也不能飞了吧 不会的 我们会治好你的 先拍一张X光片 看一下骨头的情况吧 一 二 三 不妙 翅膀上的骨头都断掉了 我们要马上给你做手术 做了手术 我就能再飞起来了吗 当然 我会治疗你的骨头 手术前我会用麻醉剂 放心 只是睡一下 这样你就感觉不到疼了 首先我们得把翅膀上的羽毛剃干净 让骨头露出来 好了 朋友们 我们得找到老鹰正确的骨头 这个 装不进去 是是小一些的吧 这个时代是太小了 这是一条蛇 终于找到了 接下来我们要把伤口缝起来咯 要从上到下 把相同的数字连接在一起 伤口治疗结束了 最后我们在伤口上放一些羽毛来保护伤口吧 完美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一只鹰 咚咚咚咚咚咚咚 能飞了 咚咚咚咚咚咚 真开心 咚咚咚咚咚咚 手术结束 哇 我又能飞了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真替你开心 祝你以后都健健康康 哪里不舒服 放心告诉我 追捕猎物石 撞上了石头 你的腿骨可能断掉了 哎哟哎哟 我的腿好疼啊 一只霸王龙追捕猎物石居然撞到了自己 实在太刁人了 哦 别这么想 意外总会发生的 我来帮你治疗 我们先拍照X光片吧 准备 要拍了 果然 你的腿骨断掉了 我们得把断掉的骨头重新接起来 一定很疼吧 再坚持一会儿 切好了 我们得把你的腿用绷带包扎好 再固定起来 这样才能快快恢复 一圈再一圈 包扎好伤口 好了 最后 我会再给你准备一个拐杖 你想要什么颜色的拐杖 蓝色 给我蓝色拐杖吧 跟我身上的花纹一样的蓝色 果然蓝色最衬我了 大王龙 嘟嘟嘟嘟嘟嘟 腿好啦 嘟嘟嘟嘟嘟 不疼啦 嘟嘟嘟嘟嘟 治疗完毕 谢谢 你是最好的医生 谢谢你 太好了 大家的治疗都很顺利呢 祝你们一路顺风啦 谢谢鲨鱼医生 好呀们 真高兴今天能跟大家一起治疗病人 那咱们下次见咯 拜拜 大家好 今天爸爸要带我去玩具店 我好期待呀 鲨鱼宝宝 今天宝宝鲨要和我们一起去玩具店 太好了 宝宝鲨 我们又见面啦 上车吧 孩子们 好的 爸爸 妈妈的 继上安全带 出发 孩子们 你们没事吧 我们没事 宝宝鲨 快别哭了 爸爸 我该怎么办 宝宝鲨可能是吓到了 鲨鱼宝宝 你看看车里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可以给宝宝鲨玩 好的 爸爸 朋友们 这里有一个奶瓶 一个望远镜 和一片纸尿裤 你们觉得宝宝鲨会喜欢玩什么呢 是望远镜吗 啊哈 我用望远镜来看一看 这是谁的尾巴呀 这是谁的手呀 哇 原来是宝宝鲨呀 宝宝鲨 你想试试吗 给你 宝宝鲨 宝宝鲨 拿好窝眼镜 快看看窗外有什么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宝宝鲨 你有看到窗外的好朋友吗 哦 宝宝鲨 你看见哪位好朋友呢 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猜一猜 宝宝鲨看到了哪位好朋友呢 看到绿色的尾巴 还有绿色的身体 是谁藏在海草中呢 他是谁呢 是威廉吗 是雷恩吗 还是琪琪呢 答对了 就是琪琪 是不是很好玩呀 哈哈哈哈 宝宝鲨 我们继续拥望眼镜看窗外吧 宝宝鲨 这次你看到谁了 宝宝鲨 你看到什么了 怎么哭了 爸爸 宝宝鲨又开始哭了 我该怎么办 鲨鱼宝宝 别着急 开动脑筋想一想 车里还有什么好玩的吗 让我想一想 朋友们 你们觉得宝宝鲨 会喜欢哪个玩具呢 是惊喜蛋呢 宝宝鲨 是不是很好奇 惊喜蛋里面有什么呢 哈哈哈哈 小朋友 我们该如何打开惊喜蛋呢 啊哈 我知道了 要上下摇晃 哇 惊喜蛋要打开了 这个给你玩 宝宝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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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哭了 我们玩点别的吧 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次要学哪个玩具呢 试试方向盘玩具 怎么样呢 宝宝鲨 我们一起开车吧 我先来 出发 真好玩 轮到你了 宝宝山 出发 像这样 一路玩着各种游戏 宝宝沙 你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啊 孩子们 玩具店到了 宝宝沙 我们到了 太棒了